真的是不錯,太棒了 希望今天在馬力機上 平平安安拉一把馬力 然後再作為調整的依據 好,我們現在租到了馬力車子機 準備要上去拉輪馬力 好,這個已經在跑的樣子 這個是跑出第一次的曲線 就是我之前所調整的 然後接下來是跑第二次 馬上再調整 馬上再調整 之後呢,我們再來跑第二趟 準備囉 我們可以看到這部車它是原來4.2是126千瓦 可以看到馬力是126.5千瓦,170HP 305Nm就等於30.5公斤米 也就是170HP或172PS近馬力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它的輪上馬力是多少 我們機器測出來是輪馬力 可以看到我們測出來的輪馬力第一次是103KW 第二次是109KW 那109KW就等於除以0.746就是146HP 這是輪上馬力哦 那一般都會乘以1.3,前驅乘以1.3 那後輪驅動的話會乘以比較多 但是我們還是只乘以1.3就好 因為那是馬力損耗 所以它如果只乘以1.3來看的話 它有190KW 那第一次也有179KW 都比原廠還要大哦